那么第三个呢 태어나봐야 那么을파야 表示什么呢 既然的意思 比如说 삶을 살파야 이게 살아야지 既然呢 我要生活 我就要有意义的生活 表示呢 既然的意思 那么第四个呢 태어나더라도 就算 就算是出生了 这样的意思 所以正确答案呢 我们很容易知道 是第一个选项 태어난 表示呢 只要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题 아무리기가 怎么怎么 집 앞마당 南无万하げに 아무리 아무리 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 是哪一个呢 第四个 クギロソニ ギロソニ 就算 就算呢 它的个子再高 能有加前面的 前面这个 马档 这个院子里面的树 那么高吗 这个意思啊 那么南无万 它给所有表示呢 像什么什么 程度那样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知道 刚才我又强调过了 아무리的时候呢 一定有什么呢 我说了那么多次了 可是它呢 又惹是生非了啊 那么 超级了 它表示呢 惹是的意思啊 那么第三个呢 可达名 达名 我们之前讲过 表示呢 假设关系的啊 之前我们讲过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又可以知道啊 非常容易知道的是 因为有这个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卡怎么说呢 现在呢 如果现在不出门的话呢 可能呢 会迟到啊 可能会迟到了 那么哪说 你不说呢 我现在也怎么样呢 你不说呢 我也要出去的时候 那么很容易知道什么呢 哪一个呢 我们今天讲过了什么呢 这个动词后面加这个 而参妙代表是呢 正要啊 特别是什么呢 angredo kreti anado 这样的时候呢 你不说我也正要出去 经常加啊 angredo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知道第三个呢 是正确的 那么第一个 我们看的是 为什么错误呢 ながりまんもん해요 まんもん하다 表示呢 绝对不会啊 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的 我们说动词后面加这个 而 再加这个り 而什么什么 り まんもん하다 表示呢 绝不会啊 我们看一下例句 koga keren おりんそく マル ハルリ がまんもん 하다 他呢 绝对不会说 这样愚蠢的话 おりんそく 代表是愚蠢的意思 绝对不会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ながりさんしっぽさよ 表示呢 这个을さんしっぽさ 表示呢 可能的意思 可能 那么第四个呢 ながりょうごさんかけさよ 我想要出去 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正确的答案呢 是第三个选项 我们看一下 这道题啊 晩晩もんざるまんくん 怎么怎么样呢 可能 늘 새벽 기도회 ながんだ 那么呢 たんめいさんどむざだ 晚上呢 睡觉都睡不好啊 那么 这样的一个程度 怎么怎么样呢 パプダ パプダ 很忙 可是呢 他还是总是啊 他去参加这个 せびょう 这个凌晨的 祈祷会啊 尽管他是那么那么的忙 睡觉都没有时间睡觉 可是呢 他还是参加这个祈祷会 那么パプダ パプダ是形容词 后面加这个名 에 도 불구 故表示呢 其实的意思 我们先讲过了啊 那我们看第一个 밥은 양啊 表示呢 什么什么的样子 第二个呢 パプダ 못해 那么 后面加 什么什么 다 못해 表示呢 再也不呢 表示呢 嫉妒的意思啊 嫉妒 比如说 あいえ てすぎが しめちざ んま는 ちゃんだ 못해 花でねった ちゃんだ 못해 那么孩子们 什么呢 てすだ 什么叫てすだ 表示呢 这个耍赖啊 孩子们 耍赖的 这个时候呢 非常的严重啊 所以呢 妈妈呢 再也不能忍耐了 ちゃんだ 못해 再也不能忍耐了 所以呢 妈妈发火了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パプダ にハグ 这个想要 什么什么 忙的话呢 发现了一个什么结果啊 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语法 所以正确语法呢 我们很容易知道 是第四个想 什么什么 にんめど プルグワグ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练习 最近海外游泳 スユーガ ルドナミンゾー トゥマー 香港 平安 可以 可以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线索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最近啊 海外旅行的 这个需要呢 增多了 ルルナミンゾー 增多之后 会什么样呢 那么 周末的这个航空票 这个航班呢 几乎呢 都被卖进了啊 那么 没进 没进 退大退大 被卖进 几乎呢 跟哪一个相似呢 跟这个 跟这个 다시 피하다 的意思 是相似的 对不对啊 跟这个是相似的 所以呢 我们很容易知道 第三个选项呢 是正确的 跟这个 다시 피 我们看 第一个选项 正确嘛 第一个选项在这里啊 没进 退大 那么这个 而 か 싶다 表示 退策的意思 比如说啊 빨리 機車역에 到着 开 か 싶어서 taxi를 타는데 결국 切り 막혀 機車를 놓쳤다 那么 빨리 我想快一点的 到达这个 機車역 到达这个 火车站 那么呢 我乘坐了 这个 我打敌了 可是呢 결국 怎么样呢 切り 막혀 这个道路 非常的拥挤 所以呢 我错过了 这个火车 所以第一个呢 是表示 推测的 第二个呢 没进退两面 没了打 要想 第二面 是要想 要想 被迈进的话呢 还早着呢 这个意思 那么第四个呢 没进退 結婚 만들었다 結婚 是让的意思 让啊 这个我们之前 也讲过 表示让的意思 那么 让他迈进 让他 全部都卖光了 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都是不正确的 正确答案呢 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跟哪一个相似呢 跟这个动词家 ta cpi 是相似的 嗯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啦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请不吝点赞 订阅